中華商場 這個天橋我覺得它存在一個很大的意義就是 它記錄了中華商場曾經存在的遺跡 原本中華商場也不是這樣子的一個 鏤空的三角形跟三角形那種 鏤空的 因為以前中南部的民眾 搭火車來台北的時候 那個火車就是走這個 中華商場西側的鐵路 所以在他們快到台北市場之前 他們會先看到中華商場 我說我有時候會來這邊 就是在懷念以前中華商場 因為你到這個高度你就可以 回憶 回憶 當年我們走在中華商場 二樓的高度大概是這樣 二樓三樓的時候 那在台北市已經很少 讓你可以在馬路上用這個高度去看這個城市 尤其像現在天橋一直拆一直拆 對 所以我都會站在這邊這樣子 大概會中間一點 然後去想像 我跟你講中華商場 就是從這個公車專用到的 這條道路 大概是這條道路的位置 到那一條公車再走的道路 大概是這麼寬 那它的一些擺設其實都跟大廚中華商場的擺設很類似 有復刻的那個 其實唱片行以前唱片行擺大概就是這樣子 可是以前中華商場的空間很小 而且那個時期大部分都是錄音帶 真的好久沒有逛唱片的 現在的唱片的 新的唱片的設計就必須要在包裝上下很多功夫 不然可能沒有辦法吸引你們 因為我在網路串流音樂就可以聽到這些歌了 老闆你好我是張哲生 我知道我知道 你好你好你好 中華商場我覺得是那個時候台北的算地標吧 一個象徵 它的消失也象徵著整個的走線反轉 那時候西區 開始歷經交通黑暗期 然後東區崛起的那個時候 中華商場把西門町跟橫陽路 跟城中區跟龍山區整個是 串成連成一氣 西門町逛 然後這個剛好是一日遊 我就覺得它很像一條拉鍊 中間拉起來 把兩個地方弄起來 可是你今天拆掉就分開了 對啊 你看那個 安陽路那邊整個都掛了 現在那邊以前有很多籌段莊 什麼的 頭都沒落了